購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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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台南購物節 11月24號 在南方世貿電腦中心來開幕 現場有157間的相加 313台的台南在地獄者 全力在為台南拔經濟 在市場您問一下 郭蕾市民雍躍來購買喔 那這次有1600多 1600多的商業店家 要一起參與購物節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希望透過購物節的這樣的活動 讓我們台南整個商業更加的活絡 我們市府每年透過舉辦這樣的一個購物節 讓全國各地也讓我們台南市的本身的鄉親 大家一起在這段時間更認真的消費 更刺激這樣的一個消費 今年還有一個頭中一樣是百萬名車 消費者只要買到200塊 都有機會抽到大中 市長當時要來加碼說明年準備的頭中是抽一間房 要拜託英局長 馬尼更加努力 我們馬尼可以直接車在這裡摸菜 我們可以提供一間房 一間房來讓全國民眾來摸菜 那時候應該全國就會變成更全國的話題 這要請我們英局長來努力 大家再來看怎麼來支持 我知道可以有更升級的獎品 我們是不是一起給這個英局長一個掌聲 謝謝 台南購物節 從11月11號光棍節開始 主要在我們台南市買東西 有花票200塊就有一張摸彩劍 有一個序號 那我們可以摸到百萬名車 當然我們還有第二重跟第三重抽獎 那還有第二重抽是有30萬的一個禮品 那你可以到賣場百貨公司跟特約店家來買的時候 可以抽到等值的商品 也就是說我如果買一萬塊 這個花票一萬塊 如果有抽到你就有一萬塊的獎金 就是等值的摸彩 那還有第三重抽就是有一些特約店家 他會提供很好的商品讓我們來摸彩 所以只要在我們台南市在購物節期間來買東西 拿花票 那登入APP有一個序號 就可以來摸大獎 有三重抽 那我們總共獎項有400萬以上 加上一個百萬名車 所以機會很多 希望在11月11號到12月30號期間 在台南來消費拿到花票就可以來摸大獎 英局長說台南購物節過去6年已經有超過250萬人 大獎金主73億的新台票相對 他無過今年應該會全到20億